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参加参议院外委会听证 再度展现对中共的强硬立场 明确指出中共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威胁 并且保证将有更多的制裁行动 蓬佩奥表示在美国的带领下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认清中共的威胁 整个局势已经在逆转当中 面对中共的威胁 蓬佩奥表示 美国已经取消了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并关闭休士顿中领馆 因为这是间谍的巢穴 对于中共迫害人权 尤其是对于新疆和穆斯林 蓬佩奥保证美国将有更多的后续行动 美国号召全球反共大潮 蓬佩奥列举许多例子 应征世界许多国家对抵制中共 在各种方面开始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 蓬佩奥表示 在去年抵制不受信任5G供应商的国家 还只有个位数 在美国的努力之下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加入 东协全部10个国家成员 都认为南海问题要按照国际法解决 日本领导七国集团谴责中共港版国安法 在军事上 美国与日本 澳洲 印度建立民主之湖 围堵中共 美国的渡边努力正逐渐形成包围网 对抗中共这个时代中心威胁 新产海电视江紫阳编译